一场由多位美国著名艺术家参与的原始与抽象艺术研讨会 日前在落成著名的艺术小镇拉布纳海滩举行 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由美国国际纪录片协会创会主席 好莱坞导演工会评委 奥斯卡七次晚会导演Harrison Eagle 著名美术评论家 画家Arso Ivanovich 好莱坞名流网站注册摄影师Sherry Determan 中美艺术研究院创始人Sophia Kidd 孔子第73代孙 中国茶道艺术家孔一如 画家Brand Monlox和著名画家洪波先生 知名室内设计师Santia Costa 以及中美文化交流协会创会主席王鼠 艺术大师丁绍光先生也发来贺电 本次研讨会围绕着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展开了讨论 分别是Arso Ivanovich Brand Monlox和贺鹏飞先生 讨论的重点 则是贺鹏飞先生的原始主义风格绘画作品 基本上我每幅画呢 就是我自己都复制不了 每幅画都是一个来自于独一无二的画 而且一个时期 一个时期我的画是跟以前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以前是叠 最后到谢到灭 基本上我是一个从静到远到深 是这么一个态度的画 贺鹏飞的绘画 营造出天马行空的梦幻家园 他有着独特的视角 鲜明的个性 他在画中表现宇宙的构成 生命的孕育 虫洞 光束 研画等 他的画是从他的头脑和灵性中自然流淌出来的 是一种直觉 这使得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唯一不可复制 研讨会主持人周正表示 本次研讨会取得了周宁画廊 美国梦露葡萄酒和成为地产的知识 那来自于当地的艺术家像Mr.Brand 还有来自于森迪雅各的艺术家 以及再来自于好莱坞 比佛利山庄的大导演 以及他们的一些设计 著名设计师 他们都来到这里 参加我们的这个原始与抽象的研讨会 来自好莱坞的艺术家 Melissa Rousakis 用美妙的歌声为研讨会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